李卓人 题教的经验 我要分享的是怎么当一个成功的主持人 什么叫主持人?这是PI 简单讲,这是一个研究者 那怎么在临床很繁忙的工作当中 又可以兼顾一点临床研究 所以这个叫 怎么当一个successful的PI PI不一定是医生 好吗 你可以是一个任何的 有兴趣做研究的人是OK的 当然for临床研究 最好的就是临床医师 所以我常常觉得临床医师 其实啊 如果你可以兼顾把你的病人care好 又可以同时做临床研究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实际上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是一起的 我们常常说 当你有很好的clinical care之后 你才有机会做一个 很好的clinical research 真的是这样 没有一个医生可以 只单纯的做临床研究 而没有自己的病人的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个前提是 你们要把病看好 那当然更前提是 要把书念好好不好 所以 当一个好的临床医师 还是最基本的 但是一个好的临床医师 如果只是会看病 不会做研究 那又有点可惜 就是 你只会读书 别人告诉你这样 你就是这样 那你只能接受知识 你不能创造知识 那是很可惜的 特别在未来 如果想在医院待下去 在一个有点学术的机关待下去 你要有create一个知识的能力 那就是临床研究 当然如果你可以create 基础研究也很好 两个都重要 我讲过 但是都OK 但是身为临床医师 最好的还是做临床研究是最好的 所以我在几十年前 我不晓得年纪有点大了 所以我从来也不觉得 我一定要做研究 在早期在基层医院 我都待过的 大概我也在医学中间待过 我在荣总 在荣民医院都待过了 但是我自己想要做一些 clinical research 应该是十五年前吧 那时候回到中山来 应该是民国九十一年 2002年 恐怕已经十六年了 对 那时候就想说 你竟然要在central里面待 病人大家都很多了 其实 我常常讲看病这件事情 当你有你自己的style 那么久了之后 你的病人都一定会多起来的 因为台湾的医疗环境算是不错的 因为病人要就医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相信你们以后 每个人都是名医 所谓的名医 如果你是说看病人多的话 那都不是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还能够学会 临床研究的方法之后 你就会判断一个知识是对不对的 那这个叫critical appraisal的能力 可能是这几天要教你们的 去判断一篇paper值不值得相信 你可能在路上 或者是在杂志里面 看到一个广告 医疗广告 哇 昨天看到的是什么 核藻胶之类的 可以增强免疫抗发炎 可以治疗癌症 这样子data可不可靠 那就要靠你的critical appraisal的能力了 这是今天要教你们EBM的能力了 所以你来看他的 临床试验的data怎么一样 怎么设计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前面的能力了 对不对 不如招呼 都成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